我是玩文歌或者正式去说是玩教会诗歌开始我的吉他之路 玩一下pop 玩一下rock 玩很多不同的style 去到某个阶段 2005年的时候我背着吉他开始我的欧洲流浪之旅 这个就是2005年的我 非常年轻的我 背着吉他一个大背囊开始我的欧洲之旅 我第一站就由巴黎开始出发 每天都在街上去basking 赚我的旅费 然后在过程里面主要来说我也是打算去见识一下欧洲人的文化 用灵感写一下歌 完全是没有接触过framango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framango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在街上 有时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很多人会很主动地跟我打招呼 说嗨 我这条街上主要是唱东东歌为主 然后一直一直到西班牙的时候 我就被framango这种音乐吸引 之后就开始留在framango的地方 开始在这家学校学 这就是我当时第一年上课的同学 这个是比利时人 这个是墨西哥人 这个是日本朋友 这个是老师西班牙人 起路开始慢慢开始学 越学越喜欢 又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大师 当时认识到很多大师级的吉他手 好机会又在西班牙跟着他们上课 一路一路这样学 其实都学了前后加上 都学了12年吉他 在framango吉他来说 其实都是很皮毛的 因为一路这样学下去 其实真的无止境 越学越难 越学越觉得自己不懂 那当我一路学到某段时间的时候 又认识到我的太太 那应该大家有时候 有见过以前的影片 都会和我太太一起 她是一个日本人 她是danser 我们在西班牙同一家学校认识 然后我们一起回到香港 就开了一间framango学校 香港framango center 这个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 在香港2012年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做一个演出 这个就是小小的个人经历 当然很简短的 因为只有20分钟的时间 我们尽量都不要这么沉 那我们开始讲framango style framango style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有些人以为那些rumba 那些就是framango 其实framango有很多不同的style 好像一棵树那样多 这样你看到 是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就是我们玩rock music rock music 有分heavy metal 有分卡式rock 有很多不同的style 那么framango也是一样 有很多不同的style 有不同的拍子 那譬如像现在这样看 你看到一个mouse动的 这个画面 看到的吗 譬如像这样 那一开始framango 只是只是唱歌 像一些gips 去唱歌 去宣洩一下情感 有点像bruce bruce 开始也是一样的 没有音乐 然后黑奴被人卖了 然后就用那些歌声 去宣洩自己的情感 而framango也是一样的 他们的起源都是由唱歌开始先 然后就唱一些歌 去宣洩 可能今天被人杀 那些gips 那时候他们很惨 经常被人欺凌 那类似的事情 那一路而衍生到 很多不同的style 譬如现在这个 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basical 即是basical 其他人的技师 那 Solia 也是在framango里面 一个十二派的节奏 有些是四四派的节奏 有些是五派的节奏 有些是三派的节奏 这些是自由派的节奏 慢慢衍生到很多东西 那些位置就是 在南美洲那边过来 因为那时候西班牙 也是一个大国 所以南美洲 也是统领了很多地方 他们在秘鲁 有些地方 都佔领了 那边也有些特别的音乐 例如Rumba 我常常听到那些 这些就是Rumba的感觉 大部分人 包括我 都以为Framango就是Rumba 其实不是 但其实它也是 算在Framango的世界 其中一款 所以你想想 有多少不同style 加起码有八十多种 但当然 常用的其实不是很多 那我们再去吧 Framango主要来说 有三大元素 第一个元素 当然 现在 我是吉他手 就是吉他 第一个吉他就是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就是唱歌 唱歌也是 Framango的根源 很重要 然后去到某个阶段 就开始加了Dancer 那一跳舞 也是非常之抢眼 它的裙子也很漂亮 然后它的脚踏声 又非常之 熱血沸腾 那时候 当年我是刚刚 开头去西班牙 第一次去听Framango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 Framango是什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人唱歌 也不知道人跳舞 那时候 我在西班牙南部 我第一次 看到人跳舞 的时候就是 我不知道 我是坐第一排 我就见过女孩 穿着一件红色裙 在右面前走过 前面有一块木板 突然间 蹬地 哇 我被她嚇了一下 好像那些 鬼鼓被人 嚇你 一来 嚇你一下 我完全没有想到 她是会有蹬腳 那一下蹬腳聲 也很狠狠地打入我心里面 令到我觉得Framango的音乐太棒了 有很多不同的感觉 有很多不同的情感 喜怒哀乐 什么感觉都有 那我们呢 交给Alan Sir播一段影片 因为我刚才试过的影片 如果是我播就播得不好 所以现在就丢给Alan Sir帮我 去播一段影片 大家看看 我会唱的影片 我会唱的音乐太阳 看着你 在前面 聊天 咖啡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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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只是投其彈小小 其實你剛才聽出來 可能你聽不到這部分是怎樣的卡 剛才我講過時鐘 三六八十十十二 但可能你聽完 剛才你聽 你聽不聽到12拍在哪裏 聽不聽得懂在哪裏 這就是有趣之處 我當年我第一次接觸這種音樂 基本上沒有人跟我說 我完全不明白是什麼 我之前都聽 譬如說聽 彈了很多年結他 也接觸過很多音樂 咦?Farmango? 典坦的拍子 我總是聽不懂 我們嘗試講一下 剛才的12拍節奏 譬如我剛才說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譬如這句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 一 二 三 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三 現在我不開始數再 看剛才可以數不數 五 十八 八 九 我繼續彈 你看,你數一下數一下也好 一二三五五五七八九十二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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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沒有? 我聽到 如果這樣解釋到,你就慢慢聽到你中聲 一開始我怎樣聽都聽不到 或者很容易聽一下就被抽掉 我暫時選擇的那些會比較簡單 令到你們容易聽到一些 有些複雜的那些是聽不到的 很難聽到,很容易被抽掉了 這一種叫做Solia 我再講一個Style 叫做Aleglia 跟剛才的都是12拍 但速度會快一點 我開一個Background Check 去做一個幫忙 七八九十十一十一 三四五七八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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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四一二三四五 四十十一 五六六七十一 四五五七、四八九十一 是五七九三八二十一 五七五十一 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家听到吗? 厉害厉害厉害 12拍节奏如果我不讲的话 可能你真的明白不到 但是如果你慢慢去听 其实就会听到慢慢的奥妙在里面 其实在一个cycle是很公正的 是一件事 如果你脱了一拍 后面的东西就弹了 所以刚才我说 之前有三大元素 有唱歌 有吉他 有跳舞 这三个 如果其中一个 脱了一拍 整件事就会好像积木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稳定 在12拍里面做一个很稳定 当然要需要一些时间 和一些训练 之后就会做得到 刚才你也看到我的手 嘩 哟 哟 哟 也介绍一下 刚才有少少吉他的技术 其实吉他技术 也有很多种 如果我今天用了20分钟来说 我根本说不完 其实我已经超过时间了 先讲一讲 很简单的介绍 其实我刚才也有谈过这些技术 在里面 譬如我们第一款叫做 Arpeggio 第二款叫做 Lasgeado 也是非常困难的 Fermango的手法 Tlemmano Tlemmano 其实Arpeggio 也会看到 但是Tlemmano 和Fermango 有点不一样 Azabuwa 也是在Fermango 也是独有的 Lasgeado 和Azabuwa 都在Fermango 经常都会看到 譬如Arpeggio 即是那些 Azabuwa 刚才这些 就是Arpeggio 去组成的一些旋律 其实 就是等于我们以前 玩韩曲的 但是我弹快了一倍 一种六连音 哇 这个Today 当时不同 是很忙的Today OK 另外一种 Lasgeado Lasgeado 就是这样的 弹手指 其实就 要放松 开头练这些 亦都 都要一点时间 其实很多东西都能练得到 慢 和时间 分享一下我人生学的 第一个 Lasgeado 就是在哪里学 就是在巴西朗南 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正式去跟人学 在街上 看到有些人弹吉他 有些人弹飞mango 在街上 我就胆子粗粗 走过去 又不会说英语 又不会说西班牙文 就说 Teach me Teach me 好的人就教了我这一招 叫阿巴尼库 阿巴尼库在西班牙文 就代表一把线 这样的 就是这样 看出来就像把线 这个就叫阿巴尼库 就是我以前学的第一种技术 其实基本上不是很难的 主要来说 我们用这两个手指去做 先讲一些 比如刚刚勾上来 一二三 刚刚顺着的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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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有没有听过这一首啊? 好 这一首叫阿铃把 Classico羽毛就是用E Tour 只用手指 而Famango會多隻食指 就變成P-A-M-I 正常卡式歌就是P-A-M-I 就叫做四連音 Famango就是五連音 這就是Famango的P-A-M-I 最後一個叫做Azabua Azabua全部用手指弓彈出來 整個聽出來就變得非常好 我用Dango的Style去做一個例子 Dango就是四四拍節奏 聽出來就很興奮 很Happy的感覺 我開一個Famango的Rhythm 做一個Backward 這個 押著波 D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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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才在做什么呢? 这就是阿sabuah的音 这就很特别了 这么吵的声音 Casico是不会这样做的 还有Fermango吉他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看一些吉他 譬如Casico的执肩位置 都是有一些叫做黑木 即玫瑰木那些物体 我们全部都用Cypus去做 乘之琴都是白木 吉他blanca 所以听出来的声音就会比较快 很明亮 还有我们有一块胶片 我们很多时候会有敲板的动作出来 所以听出来的胶片就会 让我们可以保护之琴 就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 其实基本上都有太多的风格 今天也是因为时间短暂的关系 只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介绍 而如果大家想有更多的了解 其实我刚刚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博客 就是我看回这个10月份 就是刚刚22号 就是这个重阳节 就是23号 星期一 那天晚上应该是星期日 大家应该都没什么街去 都可以参加一下这个博客 很简单的介绍 例如有些介绍BALOS的弹法 如何去弹曲式 如何去做的呢 节奏是如何去做的 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exercise 给你去练一下手指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络我 我就是用Whatsapp 我仍然都是用香港电话 但现在就只是用Whatsapp去联络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记下这个时间 10月22号 晚上8点 费用是200元 到时再和你谈 如何去过钱 然后大概我会介绍这些东西 给你听一下 刚才我谈的 有些拍子 为什么会怎么数的呢 我会去介绍一点点 然后呢 时间也结束了 看Alan Sir的帮忙 刚刚我们刚刚说的表演 刚刚在7月的时候 我们回来香港 就做了一场表演 那我们这群学生 人生是第一次上台表演 其实我打算叫我太太去做 但谁不知 我太太不回来 我那些学生上台了 大家欣赏我学生的表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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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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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